我闭上双眼 我似乎可以去感受到 这棵树带给你心里面的感动 你可以听到风吹过来的时候 树叶沙沙的声音 在风刮过来的时候 你的脸庞除了有风带动 还可以感受到 闻到整个树跟大地跟泥土的味道 进入到你身体的感官之后 你会自然而然的去吟唱 透过风 透过树 透过土壤 透过花 本来只是很简单的 哦 这样的声音 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 自然的呼吸 当你处在一个压力 或是处在一个比较混沌的环境里 或情绪里面 把自己暂时的先放在一个休息的状态 在这个休息的状态里面 并不是睡觉的休息 而是你的心沉淀在一个 就像湖面的一样的静止的状态 在这个静止的过程当中 可以挑起你很多对于事物的观察 跟它唱的过程当中 你眼前所出现的这棵树 它好像就是你在照静止的自己一样 它呈现在你的面前 而你在看的树的时候 就好像在看着你自己 那你所唱的那个声音 是从你身体里面 那个最深 最原始 最单纯的那一个画面 或感受 或者是我们说的声音里面 去感受到说 自己原本就是这棵树 这棵树就是你自己 你原本是可以很单纯的 那你在唱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 会令你苦恼的这件事情 跟这个情绪或感受 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 你也可以很简单的去看待 全体的细腻的观察的时候 会让我有所感触 于是这就是所谓的直觉 而这个直觉不是只有凭空想象 这个直觉是你必须 站在它的角度去为它设想 这个叫同理心 所以我们跟毛小孩在一起 是因为我想爱它 我想了解它 我想同理它 我想陪伴它到永久 这个爱就会让你有更多的灵感 更多的想象力 这个想象力 必须还是要结合什么 事实 物实 跟现实的层面 所以你的想象力 你说到动物的讯息 或是你的想象力 你都必须要结合什么 验证 印证 现实 实际需求 好像在跟它对话一样 只是我们用的是 我们内在的声音旋律 来跟它对话 我们在唱的时候 人的声音它会不断的贯穿 你的身体的五脏六腑 跟你的所有的骨骼 还有肌肉 还会在你的皮肤外成 形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声波 那个声波就是一个力量 我们人类最原始的 本来就是跟田地在一起的 不论我们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我们的身体 刹那间 就好像是跟整个大自然在一起的感觉 然后你在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没有任何能存在 甚至你也不一定可以感受到 这个地方是什么 什么山 这个地方是什么水 你就觉得你就是他们 他们就是你 就是这么自然的 而且是 我可以说是变成一个你吗 我也可以说 有可能就是大家就是一 而你也就是那个一 就是只有一个万物合一的感觉 每个音的传递 跟那个音突然出现在你脑海里的那种感受的时候 你就会渐渐的明白 原来我怎么了 因为今天聊天 就是中文化一样的感觉 没有小声感受到 看到你的感觉 对我来说